太夫人 我 我是真的不知道 张妈妈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连坊啊 就因为我信任你 才把施州仪式 交给你来掌管 没想到你识人不明 差点给徐家带来祸端 连坊 不敢祈求太夫人原谅 但是太夫人 您一定要相信我 连坊是绝对不可能做出半点 不利于徐家 不利于侯爷之事 侯爷 你看这件事怎么处理 梅米 为张妈妈做买 二十半子 赶出家门 和此事有关的下人 通通发卖 侯爷 张妈妈是我的奶娘 这次 她是被欧家利用 一念之差 一个嬷嬷的一念之差 我们徐家 差点犯下欺君之罪 那若是你也有一念之差 岂不是我们徐家就该满门抄斩了 乔姨娘 吕子用人不当 处事不明 担不起中愧之责 好了好了 我累了 张妈妈年纪也不小了 这板子我做主 给她免了 但是徐家 再也容不下她了 乔姨娘 你回房去 家中所有的事 你不要再管了 谢太夫人 母亲 母亲 从这件事情来看 十一娘临危不乱顾全大局 那乔姨娘 却只会避重就轻 明哲保身 甚至不顾我们徐家的安危 相比之下 十一娘比乔姨娘更名势力 更适合执掌重愧 乙贞啊 你都听了半天了 一直没有说话 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侯爷说的有道理 十一娘并没有因为之前乔姨娘 执掌重愧 而心生不满 挟思报复 反而想办法帮徐家渡过了难关 足以可见 十一年格局高远 心胸宽广 而内院之事按照刚常 本应该就是正事的职责 乙军说得对啊 却是掌管中愧 终不是长久之计 你 夫人 今后家中一音大小事物 都转交给夫人来处理 这是十二本账簿 二十把钥匙 夫人若无其他吩咐 妾身就先回去了 现在好了 总算是各安其主 各归其位了 唉 你这丫头口无遮拦的 我就是故意的 我就是要说给她听的 这种大快人心的话 必须要让所有人都听到 你